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气满脊酸足成成分,比猪肉更接近人体需要,能及高气体抗病能力,对生长发育及手术后,病后调养的人,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方面特别失忆。 中医认为,牛肉又不中义气,滋养脊胃,强健筋骨的功能,适用于中性下腺,气短体虚,筋骨酸软和贫血酒病,及面黄木炫之人使用。 所以经常吃牛肉,不仅强健身体,还能及高免疫力,扯皮卤牛肉,配料,牛奶500克,酒至扯皮8克,酱油1.5汤匙,酱适量,浇适量,白糖一小勺,植物油1.5汤匙,烹饪步骤。 1.准备牛奶,2.牛奶提前用清水浸泡,泡出血水,准备葱姜,橙皮,3.牛肉放入满水锅中烧开,煮出浮沫,4.捞出牛肉,热水冲洗一下,沥干水分待用,5.锅中放植物油烧热,放入葱姜,橙皮爆出香味,6.放入酱油,白糖,水,放入牛肉炒匀,7. 炒匀后的牛肉刚入高压锅中,加清水至食材一半的位置,放,大火烧开,烧气后转小火炖20分钟,开开盖盛出即可,烹饪巧些事,牛奶就是牛肚子肉,就像猪身上的五花肉一样的位置,牛奶一般来说都是肥肉相间的,喜欢吃牛奶的感觉比牛里脊肉都好吃,但是我们买牛奶的时候,需要注意的就是牛肉。 牛奶有没有被打水,打不打水,只要看肉质的表皮就能看得出来,没有打水的牛肉都是很沾手,颜色看上去是红色的,打水的牛奶,用手一抹,全是血水。 这样的牛奶不但不好吃,而且在烹饭的时候,还会收水,所以选购的时候请注意这点啊,为了老公,赶快收藏起来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